今天的訊息是我們需要成為末後時期的基督徵兵 每個人都要預備好自己 讓我們給神大力使用 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時期 我們現在活在一個時期 我們看到的跡象就是耶穌回來的時間是很近的 就是羅雅日子已經來臨了 在《馬太》24章37節 羅雅日子怎樣 日子降臨要怎樣 就是說在一個這樣的時代的人好像覺得 平常生活中很多人覺得沒什麼的 但是這個時候耶穌回來 但是回來的時候 羅雅日子他們未預備好 忽然洪水來到 將來也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未預備好的 甚至包括基督徒 大家都有聽過這個《壽印記》有沒有聽過 在啟事錄也有說過 那麼現在的進展 就是我之前曾經去上網去研究一下的時候 發覺這個進展是強了很多 那麼這個 本身這個 微型晶片放在人的手 或者身體上 現在還未是壽印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壽印的跡象 就是要拜這個壽 才能夠做買賣 不過現在這個晶片已經可以取代很多的買賣 或者是身份證 或者是這個passport 護照啊 很多樣東西的功能已經有了 平均可以有其他的功能 而在新聞那裡 在US Today USA Today 說什麼呢 他說 You will get cheap eventually 他說 你都會 就是個個都會 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到那個日子 就說 他通常來說 開頭不會叫你個個都一定要的 就是說 你可以 這樣很方便 因為你又不用用八達通卡 你又不用用開門卡 你又不用用所有 任何你平時要用的卡 整個銀包都不用帶了 你已經 那就好像很方便的 即是你甚至你買屋啊 什麼交易啊 都是用手 那個 嘟嘟嘟這樣來搞定的 所以呢 將來呢 是會很多人都 自動去用 那麼到了某時候 敵基督就要強迫人去做 那因為現在那個廣闊性是非常大 所以呢 令到我們知道這個日子 是臨人已經預備好 其實有幾方面說的 不是只有一件事的 那麼他其中一件事呢 他吸引很多人呢 就是說 現在有Humans 2.0 如果大家玩電腦或者手機 你聽過了 最初是1.0 然後呢 升級版是2.0 再升級版是3.0 那麼現在我們普通人是1.0 那現在呢 將會有2.0的人出來 因為他們那個 噴卡呢 將來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 甚至簡單 簡單來說 你不記得很多事情 你在這裏都記得了 在這裏都記得了 在這裏都記得了 的時候你很多事情要做 譬如說醫生 糟了 我忘記了你那些是什麼病 在找個電腦 噴噴噴 你那些是什麼病 那就可以告訴你 可以變成了一個 某程度一個超級的人 現在瑞典的火車也都可以用 這些晶片來付款 搭火車呢 即是你不需要去 即是不需要 在手裡 滴了一粒米這麼大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是因為聖經講了 將來呢 敵基督就叫人 個個都要受這個印記 才可以做買賣 即是說你買東西吃 現在你已經開始取代 就是現金的了 有些地方譬如說我們已經不用現金 那就用 譬如呢 很多人用支付寶 很多人用支付寶 它已經不用用現金 甚至有些地方 我不收現金 因為很麻煩 那這個呢 變成了一種的 即是 支付寶暫時都是手機的 但是將來是會在手上的 在身體上的 好了 而另外一個配搭呢 就是這個5G 因為5G實際上是非常有效的 那它怎麼有效呢 我們現在4G 那大家看看數據 4G的頻率 就是每秒鐘 你看最後數字就可以了 7億次的震動 哇 很厲害的7億次 每秒7億次 喔 至到24億 但是 但是 5G是怎樣 是600億 你看看多少倍數 那個倍數 真是將近100倍 或者總之是很強的 很強的 很強的 這一種的信息 那它的功用是很強的 真是呢 那些人用起來是非常喜歡 為什麼呢 比如看電影 哇 一秒鐘已經下載了那個電影 或者是去做任何事情 將來呢 因為5G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呢 它能夠傳得很遠的 比如現在我們那些4G電話呢 就是在一個城市裡面 可能有幾個就已經搞定了 但是呢 將來5G是怎樣的呢 是每兩個 家裡至10個家裡 這是說外國的 那如果在香港這樣是怎樣 我就知道 就是可能一兩座大廈 就要有一個 不是一定要這麼大的發石塔 這些是大型的 有小型的 還有呢 還有家裡也有的 那它怎麼家裡有呢 將來買的工具 雪櫃啦 微波爐啦 冷氣機呢 全部都是用5G聯絡的 它們自己會聯絡 你在手機上 或者將來不用手機 那些人在微型晶片那裡 已經全部控制了 整間屋子裡面呢 它自動調校 那麼 還有譬如那些智能開車 它會反應比人更加快 那麼 所以呢 將來很多人會喜歡用這個智能 需要自己開車的 車自己會開自己的 你放在哪裡 去哪裡 這些實際上聽起來 是非常非常之吸引的 就是那種效能 不過 後果是什麼呢 因為現在呢 4G已經是影響很大 其實有很多人 你發覺這個時代 很多人有情緒病 很多人有身體割藥的病 癌症啊 多到不得了 這個5G已經有很多人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們知道那個傷害很大 所以呢 譬如加州和夏威夷 還有一些地方 就禁止它 建這麼多這些5G的塔 那它就有什麼效果呢 測試會產生癌症 破壞的DNA 以致會致癌 就是我們的DNA 就是呢 記印 記印啊 就是細胞那個 就是那些繁殖 怎麼從 就是 忘記了一些中文字 Gene 就是遺傳因子 遺傳因子 還有呢 神經系統和情緒受影響 所以將來 更多人是情緒化 就是現在都莫名其妙 這麼多人有情緒問題的呢 為什麼 就是呢 完全好像不能夠正常的 有情緒這樣 那將來這個情況更加嚴重 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很難自己掌管他的生命 就是他的生命呢 變成了 哇 基督出任何的方案 他們都會很歡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很辛苦 所以現在有些人經常都要靠藥物 而且醫生說 你永遠都不可以脫離藥物的 你一整天都要用的 所以很多人就很依賴這些藥物 總之身體裡面很多樣東西是會改變 所以這個5G雖然是有好處 但是它也有破壞性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人體的特徵的測試系統 包括我們現在新的這個 這個身份證和護照 都會一樣有了 那怎樣有了呢 你的特徵是會和任何人其他不同 現在都可以的 不過呢 拍的那些照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些犯罪記錄的照片 都會查的 所以說不是的了 直接就知道這個是誰 他一照一照就已經知道是誰 因為他那個系統是非常之高 你叫做什麼 高端的 高端的 能夠很知道你的人的特徵 譬如你的眼球的特徵 你的眼口鼻的配搭 一拍就已經知道是你的了 這樣的時候呢 好處就是觸壞人 不好處就是控制人 當政府說 你們個個都要拜敵基督 那它一看就知道誰沒有拜 這樣的時候呢 就是人的自由是會非常之分難 那有些人說這樣死了 那到那個時候怎麼辦呢 神真的有奇妙的能力 能夠對抗一切的敵黨的勢力 其實如果大家 在上網看 It is supernatural 即It is supernatural 這個節目 是有講到很多人 有不同的神 在這個世代 給人有這種神的特別的能力 那也是聖靈有講的 譬如先知聖 耶穌說了 你受冰包的時候 你不用想說什麼 因為聖靈會教你說什麼 就是說到時候收到神的信息 但是誰收到呢 是不是那個基督徒收到呢 因為聖經是講到 當然聖經是講到 就是我的藥 聽我的聲音 不過這個聽聲音 肯定是不同的 很明顯 你看到那個基督徒 經常都掛著追女仔 經常都掛著錢 那些 他的腦 想到的東西 都是罪惡的東西 他怎麼會收到神很多信息呢 這個人是平靜的 他經常聽神話 他就收到 我要傳福音 一個不聽說的基督徒 收到傳福音 他都不去回應的 那時候他收是收得很弱的 還有他收到很多魔鬼的聲音 就好像比特 他會叫耶穌摩去 因實自家 耶穌說實在對我後邊去辦 即是基督徒可以收到魔鬼的信息 尤其是不聽說基督徒 更加會跟基督徒鬥爭 和教會鬥爭的時候 他根本已經被魔鬼用了 所以 在這個時候 活後的時代 神是會給人 有這種先知性的能力 那也都 在聖經裡 有些人就說 這個也可以的 肥利 在聖經裡講到 這個七個執事之一 他跟這個 埃提亞伯的太監 施世之後 跟著聖年將他拿走 這個就是 transportation 即是 是一個超自然的運輸 在舊夜也都有 這個是以西結 在境代 在約翰也都有 被提到天上 有神可以做這樣的工作 有些人有這樣的經歷 我剛剛上一次去非洲 都遇見一個牧師 是親身跟我說 給那個人他幫過 是來作見證 我已經涉錄了 應該是 我不知道可能已經 快要放上網 因為有人幫我處理 因為我沒有這麼多時間 去處理 他告訴我 牧師告訴我 他說 他有一次 有個人 就 他不見了一個電話 掉到街上 但這件事很奇妙 撿回他的人 就告訴牧師 他不見了一個電話 就打自己的電話 打電話 這個人就收到電話 收到電話之後 就知道是那個牧師 說 就是你了 你來過我那裡為我祈禱 牧師說 我又為你祈禱嗎 即是他 他本人沒有去到 但在靈裡面 他不知為什麼 去到那裡為那個人祈禱 而那個人就撿到他的電話 然後撿到他的電話之後 就告訴他 我親眼見到你來為我祈禱 我病好了 然後 我就叫這個姊妹去作見證 即是說 他真的見到這個牧師 另外 也有另一個人 又是 他就是怎樣 他在駕車 但他說這個牧師在他旁邊 就告訴他 你不要駕車 跟他講話 但他又是沒有見到 另外一次 這個牧師在台上講道 就見到一個姊妹不停哭 然後 然後 他就問他 之後 問他 為何你一直在哭 他說 我見到你講道 講道就變成了耶穌 耶穌的講道 即是說 在這個時代 也有些人有些經歷 不是一兩次 我在網上有見過一個人是怎樣 他呢 這些是作為參考的 因為 正先說肥利 就是聖經有講的 這個人所講的 是參考 他就說 神叫他去某個地方宣教 他說我怎樣去呢 我又沒有錢 又沒有護照 神說你去飛機場 你拿了你的行李去飛機場 然後你進廁所第幾格 然後你在那裡敬拜 敬拜完 出回來 就發覺已經去到他的目的地 那 不是一個人 是有不同的人 有類似的經歷 是去到別的地方 為人祈禱 祝福人 去廣道 這個已經聽過很多次 那我想說什麼呢 在神凡事都能 神是什麼都可以的 還有呢 摩西上西賴山 四十日 又不用喝又不用吃 那將來呢 我們買不到食物 那時候怎樣呢 我們就在那裡祈禱 不用喝 不用吃 怎樣的方法我不知道 不過呢 是可以的 所以我就想鼓勵大家 不要害怕 還有多親近神 進入神的強烈的同在 讓我們可以預備好這個日子 另外呢 就是 天氣改變 現在回到這裏 剛才我講到這個 敵基督的控制 因為有些人一聽而死 敵基督會不會又控制我呢 不用怕的 因為我們有神 大家都聽到這個天甲 那些海水 衝勢進來 下了一個停車場 還有呢 剛剛這個 這個又是天甲 你看那些風暴多緊 有人拍到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山竹 還有牛肉都未來 山竹 還欠牛肉味道 山竹呢 很多這些大樹 連根拔起了 大家有沒有見過 沒有 有 那些風暴呢 那麼多年以來 都沒有試過 那麼厲害的 因為呢 這個呢 就是天氣的變化 那天氣變化呢 是現在嚴重很多的 那這也是聖經所講的 將來會很熱 熱死人 那天氣會很差 那譬如這個 日來的那個海嘯 你真的看到 哇 怎麼這麼高得的 那些海浪 很難以想像 那是一個天氣的 那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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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那是一個人 那是一個人 這個人 這個是地震 這個是地震 這個地震呢 就是在四川的 那次的地震 你看到那些 那些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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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呢 那這個圖呢 就是呢 講到六至八級 有殺傷性 有破壞性 的地震的數目 那而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裏呢 就是1900年 而這裏呢 就是2000年 和2008年 我們看到 是2000年開始呢 那些地震的數目 是急升 和以前比較是急升的 所以我們看到 無論是科技 無論在這個世界的 破壞性的影響 我們看到是 就是強烈很多的 那還有全球不同的 災難的數目 就是說 各樣的 譬如說 有地震 冷和熱 天氣 派災 洪水 不同的災禍 那這樣隔起來呢 那個數目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是1970年 然後這裏是2000年 這裏是2018年 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數目 亦都是急劇的增加的 就是說我們知道 這個時候 一個災難的時期 更加增的時候 這個是每一個世紀 由什麼時候開始呢 主前2000年開始 以前都有記載的大地震 因為以前一樣有文物的 是吧 但是呢 他們發覺是很少很少的 然後呢 到後來呢 大家看到 一直升高的 到2000年 一直升上去 我們看到 這個世界的改變 是非常之大 這是什麼事啊 這個是愛滋病 愛滋病 我跳過去了 不用看了 掉了 可以了 愛滋病 因為沒有了抵抗的能力 愛滋病沒有了抵抗的能力 所以他的身體全身都可以生瘡 並且最嚴重的就是 愛滋病呢 是7年至10年的潛伏期 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香港 已經有很多人是吃藍架的 在網上都有啊 有些 甚至我們認識的 有些年輕人 有些教會的人都說 他們曾經跟別人有性的關係 那當一直這樣做的時候 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這個人是有愛滋的 不知道的 傳了給他都不知道啊 那他又跟其他人有性關係 這個只是一個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呢 知道這個聖經講到瘟疫 也是將來這個世界很嚴重的情況 而現在已經在加爭著 那另外一樣呢 這個就是一個壁拔 宗教的壁拔 在全世界呢 如果大家上網看到 五十個國家 他們的宗教壁拔 大家看到很多不同 而很多都是 宗教性的壁拔 即是說有抵於宗教 即是說有抵於宗教 大家我想你都知道 哪個宗教壁拔最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那個宗教 還有還有其他的宗教的 那另外呢就是 有時是政治的壁拔 政治的專制 還有那個觀念就是說 它不容許有信神 大家都見過這些圖畫 即是說就是這些 宗教他們將基督徒殺死 好了 那我們 即是一會兒 我們現在看著 聖經的經文 就是讓我們看得到 認識到聖經所講 讓我們在這個末後的時代 神要興起 第一 就是講到 興起一個極大的軍隊 即是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以色列書三日七章四節 一起讀一下 一由對我說 你向這聲鞋骨發如言說 呼呼那些鞋骨 要天爺或得國 就是十節 於是我遵命說如言 氣息就進入鞋骨 鞋骨變活了 並且賺起來 成為極大的軍隊 主對我說 人子呀 這聲鞋骨就是 以色列傳說 在這裏講到 在以色列書 就講到 將來在這個末後的時候 神要興起一個大的軍隊 而這個軍隊 就是以色列傳家 那到底這個 是不是純是以色列人呢 在《加勒提書》三章二十九節一起讀一下 你們既屬於基督 就是阿伯拉安的後裔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當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跟從耶穌 就已經是阿伯拉安的後裔 都是已經承受產業 承受應許的人 所以呢 這個應許當然也都包括以色列人 不過不僅是以色列人 也都包括所有基督徒 將為神是要興起一個大的軍隊 在末後的日子 希望大家成為這個軍隊 有一個人寫書 是聖靈感動的寫 叫做《抹後決戰》 上網都可以下載的 其實在上網有一個 website叫做 spiritlessons 它其實現在轉了 我忘記了 因為我經常記了 spiritlessons spiritlessons.com 那裡有中文的 如果你想知道 你可以問我 我可以傳給你 中文如何去這些網 有很多下載的這些文件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不同的神奇妙的見證 有很多都是有中文在的 這要講到 這個我剛才講的 《抹日決戰》這本書講什麼 他說 在末後日子的時候 基督徒是要爭戰 因為叫更多人相信耶穌 爭戰有不同的定義 一會我會再講 因為有些人的定義 不是聖經所講的定義 我想講的是聖經講到怎樣爭戰 那這個人講到怎樣 有些基督徒是怎樣 就是在玩 就是教會 做活動 玩遊戲 有些什麼團契 團舞都是玩的 玩慶祝生日 去哪裏旅行 有些基督徒是這樣的 他回教會就是去旅行的 好了 另外有些 就是很遠的基督徒 有些是穩定回教會 不過他又沒有什麼去為主作供 其實基督徒最重要的真正是 就是傳呼音 建立靈命 就是愛神愛人 這個大戒命 和大使命 傳呼 建立人的靈命 這是聖經所講的 聖經所講的 聖經很清楚講到 我們怎樣爭戰 就是用這個方法 待會我都會在 大約在經文裡面有提及 但是他就說好基督徒是軟弱的 情緒不穩定的 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罪 很多的家庭的問題 婚姻的問題 忍之能 這個時代很多人有婚姻的問題 因為不懂得去愛妻子 外丈夫 去建立好的關係 而一結婚就要求對方 要求對方 要求對方便會發炮症 於是很多問題令到基督徒是沒有力 真的有力的基督徒 經常被人攻擊 被人拒絕 逼迫 而真的有能力 能夠處理這些問題的基督徒 是屬於少數的 我希望大家能夠靠主 站得穩 成為這個極大的軍隊 不要做一個 即是打仗的時候 哇 整班小朋友打仗 病人去打仗 你想想 你去打仗的時候 整班病人去打仗 那些小孩子去打仗 那些不開心的人去打仗 那你說打仗 你都這樣打仗 打仗當然是找一些健壯的 那求主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 站立得穩 成為健壯的基督徒 那這些圖畫呢 就是講到 這個是將它畫出來的鞋骨 本來是鞋骨的 我們看到以色列是復國 以色列現在很強 不過以色列現在來說 也很排斥基督教 但裡面的確有 也都有一部分的基督徒 是真的有的 但是呢 以色列呢 其實到現在為止 是比較不開放幫助的 在宗教上 基督教 以色列的基督徒 不是很開放外面的人幫助他的 對於聖靈工作不開放 對於外面的人 來到去訓練 他們是不開放的 他們是侍奉難的 不過他們自己做 他們不想人外人去 因為我去到接觸不同的人 都發覺有很多的教會 是不願意接受幫助的 所以是比較困難 而裡面那個 敵黨耶穌的勢力很大 有些人就看到 哇 他們在籌備想起第三個聖遺 因為他們很興奮 他們又馬上傳 哇 現在他起的聖遺 是沒有耶穌在裡面的 這個不是神的心意來的 就是有些人就說 哇 很厲害很厲害的 這個不是復興來的 這個是更強的 猶太教 不是基督教來的 就是我們要分辨到 他到底他做的 是合乎聖經 就是 新救了聖經 還是其實不是跟從聖經的 就是有很多人在網上 經常傳很多東西 我們要分辨 我們最緊要維持你 一方面祈禱 你最好緊要的 就是我們怎樣能夠幫他們的 教會更新 復興 傳呼音 靈命更新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成為這個軍隊 就是真是比實力用 那你不要說 哎呀我不夠強 不要緊要的 不用很強的 你只要願意 我見到人就鼓勵 有什麼人來到教會就關心 問候為他討告 去探他 去建立他 就已經在做這個精兵的工作 然後慢慢你就提升了 好了 跟著呢 也都講到敵基督的出現 有離道反教的事 我們一齊同貼上來 後書第二章三節 因為那日子以前 今有離道反教的事 並有那罪人 就是沉浮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體黨主 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 或一切受入極擺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裏 至前是神 在這裡講到 就是在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在末日之前有敵基督的出現 然後在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是會有離道反教 就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以及反對基督教 反對耶穌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很多是非常有問題的 譬如天主教 現在經常都講到 是要宗教合一的 也都在天主教裡面 已經講到他們的教義裡面 就是聖經不是唯一的神的啟示 聖經不是全部的神的啟示 神都可以透過異教來去啟示 已經是天主教他們的教義的一部分 其實很多地方 不是真的很多人 全身去跟從神 而將來到基督出現的時候 很多基督徒就會變成離道反教 我們看到的時候都會有點害怕 哇 牧師都現在不信耶穌 叫人去受這個受印記 這個受印記 他當然不會叫你受受印記 他叫你受這個 說這個晶片很好的 很方便的 他不會叫你受受印記 但是他會說這個晶片 還有這個大罪人就是敵基督出現了 這個也都叫沉淪之子 這個晶片在原文是一個生 就是中文 意思是男性的 即將來有一個人是男性出現 他在體系錄說到他有很大的能力 有這個二能 稍後也有看到的 他有二能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拜他 並且他好像死了 但他又復活了 其實他不是復活 他是好似死 由他生回 即是假死 或者未到死就來死 大概就是後來生回 而他是攻台主 抵擋住攻台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即是說 這麼久以來 所有人敬拜神的 都不及於敬拜這個人 因為是全世界不同的國家 因為現在5G和這些微型晶片 是會令到整個世界的控制都很強的 即整個世界會很容易地 一些領袖去控制 這個是我們以前沒有見到的 所以這個 我所說就是 聖經的預言 在這個近期是非常之強的 他甚至坐在神的殿裡面 那這個坐在神的殿是什麼意思呢 有可能兩個 一個就是有殺人聖殿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 講到教會 有另外一個經文 有講到 在這個殿裡面有這個 即是說 耶穌有講到 當你見到這個 行毀壞可真的站在聖殿 那這個很 一方面應驗就在 主後七十年的時候 但另一個應驗 就可以在門後的日子 所以很大可能性 是講到耶路撒冷聖殿 但有些人就說 那死了怎麼辦呢 但這個聖殿其實不是 即是如果真是 現在的方式的聖殿 是舊約的聖殿的時候 其實這個 即是說 敵基督在這個聖殿裡面作王物 其實不是一個 敬拜耶穌聖父聖之聖靈的聖殿 而是一個 即不是用聖經的方式 來敬拜的聖殿 在那裏自稱鬼神 繼續 即是在《六岸》第七節 兩項七節 貼上《六岸》後書 因為那不法的隱義已經發動 指示現在有一個難阻的 等到那難阻的被裁去 那時者不法的 便會避露出難 主要說 用口中的氣滅著他 用光明的為光廢給他 說到一個不法的隱義 英文翻譯就是 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即是一個神秘的隱藏的 不法的犯罪的勢力在動 其實現在絕對是發生著的 譬如很多人犯罪的情況 在網上有很多 有這些 男找男女找女 男找女女 女找男都有的 即是你想找什麼partner 都可以在網上找到的 有很多人會回應的 但這些可以帶來很大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不法的隱義 很多人有離婚 婚姻很多問題 很多 總之犯罪的情況 甚至在教會面一樣 有很多犯罪的情況 這個人就被魔鬼留地保了 就有一個不法的隱義 但這個不法的隱義 是有一個難阻的 等到有一個時候一釋放 就是釋放敵基督的時間 有可能就是聖經啟事徒說到 釋放撒旦的時候 開這個無底坑的時候 神給基督的這個時間 有些人說 為何神要給呢 神有祂的目的 我們去想 就是在一個試驗的時期 把基督徒分開 哪是真、哪是假 也在那時候 聖經應驗預言 比任何時間那麼多 是看到這些聖經應驗的 即是說那些人看到的時候 依然是去受這個受印記 它是明知故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也是一個見證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時候 但是這個時候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求主幫我們 有這個能夠站得穩 一定要現在站得穩 到那時候是很難的 一定在現在的時候 預備好自己 而這個人是會被耶穌親自毀滅的 那聖經講到它的時間 是有三年半 三年半的時候 敵基督的出現 好了 接著貼上現在後書第二章九節 這班派的人來 是照撒旦的運動 行國藥的異能神跡 會一切虛假的其事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 行國藥出於不義的偉賊 一貪人不領受愛真領心 使他們得救 那麼我們講到這個 敵基督呢 它是照撒旦的運動 這個運動呢 就不是指打球那些運動 是活動 就是一個 就是好像什麼呢 那些叫什麼 是一個movement 就是一個 它總之做不同的活動呢 各樣的異能神跡 就是講到一些 一些假的神跡 一切虛假的其事 在那些沉淪身上 行出於不義的鬼扎 去欺騙他們 令他們不領受真理 接著呢 這次先來講到就是說 在耶穌回來之前 沒有敵基督 而敵基督呢 是會是高度的控制人 並且它是 被人敬拜超過一切的 任何的宗教 它都能夠迷惑很多的人 而加上啟示錄 就是告訴我們 它是會用很多 就是會令到人 一定要受這個受印記 而有很多人來到反教 所以我們有心理準備 這些事情是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更加要站穩了 好了 另外有一個教導呢 就是災難前避堤 這個呢 可以說是一個 真的毫無聖經支持的一個教導 是令到很多人 到處受迫鎖的時候 是會站不穩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裡有幾個人聽過 這個災難前避堤 就是災難前呢 那些基督徒 就會全部消失的了 忽然間 咦 在一個教導裡面 那些真基督徒 從一聲沒有了 在一個公共車 或者駕駛飛機 以前我看過一些單張網 駕駛飛機 駕駛車 忽然間那個司機 不見了人 是的 就忽然間 就提了去天上 到底有沒有根據呢 其實這個呢 可以說在基督教裡面 一個是最離譜的謊話 而是沒有聖經支持的 那我今天呢 就稍微在這個 馬太二十四章 那為什麼我講這件事呢 這個呢 令到很多基督徒 就慢慢說 我們現在預備好了 隨時呢 這些基督徒出現 我們就消失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了 什麼都消失了 就搞定了 那是好好的 即是很簡單 如果真的被提 那就很簡單 但是我們要知道 其實呢 這個是一個謊話 令到很多人沒有預備好 到那時候真的 發覺要經過大災難的時候 這個大災難就是基督的時間 那很多人就說 已經聖經話了 為什麼會不應驗呢 其實不是聖經話 是有一個人叫Skofield 他就 有一本聖經呢 他就弄了叫Skofield Reference Bible 他就將聖經的路 是這樣曲解 然後呢 就告訴別人 就是基督徒就會被啟的 這個其中一個經文 有兩個經文 我們這次只是看 亞馬太二十四章 因為另外那個經文呢 是比較簡單的 亞馬太二十四章 是最清楚 告訴我們 這個被提 絕對不在耶穌回來之前 七年 或者三年半 而是在耶穌回來那一陣 亞馬太二十四章 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有什麼發生 首先是講到有很多災難 有很多災難 及滅荒地震 戰爭這些 然後呢 第九節開始 一起同喊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灌亂去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會運動平地 卖民行戀 那時哪有很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陷糊 且有無悉悉才知 在耶稣回来之前,其中一个发生的灾难 很多的患难,很多人会杀彼徒 我们为彼徒为耶稣的缘故,被曼民恨户 并且很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户 陷害认识的人,有些是不认识的人出卖了 谁是很有能力的牧师,谁是生存福音的基督徒 那些就被人陷害,但我们知道神的保护更加强 所以我们就不用怕,就算我们被逼迫被杀死 神都会保护,但我们就靠着神在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都要保护自己,但到了不能够保护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接受神的方法 尼都圣经有讲到一个例子,被他抓去坐牢 然后天使来带他出去,那些人都不见了 神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所以我们相信在末后的日子 受算逼迫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害怕 还有很多假先知,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有真先知有假先知,没有见到先知就以为是对 我听过很多人说,去到那些先知是说什么呢? 其实这一种就未必是先知的作为 而是他基本上是教导,他就会说 神很爱你,神很祝福你,神要大大祝福你,提升你,使用你 今年你有大的恩典,这些圣经都有讲的,你听神的话 其中有一个人我以前认识的,在经历圣灵的时候 他也是跟我差不多的时期,那时经历 我也有为了祈祷 后来他参加了一间大的灵恩教会 他有一次告诉我,我们教会会有先知 内中就会发出一些电邮的,你想要,我说我不想要 但是他依然传给我,那我一开,他说什么呢? 他说今年,你们个个都会很封城,神会经济上祝福你 这句话我一听你都觉得是假教导 因为圣经说,你先求神的国同意,这些一切加给你 不要说是人,在他的教堂,你今年就会经济丰富 这个是一种,好像追求经济,追求钱,还有你们个个都会得福的 这种的心态,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个其中一些假先知,还有也有些人又说了 何时又三文治大地症又没有发生到 就是说很多人,他们随意说了一些说话,是圣经没有说的 也都不是清楚由神那个领受,他们就好像一种附和的气氛 那我去到非洲,经常都见到什么呢? 很多这些这样的先知,很多这些神医 他们就用一些方法,有人给钱,为你祈祷 就吸引了很多人,很多人来过 因为他经常都有医治,先知预言 那些人就很追求这些经历,就不是追求行神的路 那吸引了很多人,但是他的教导 他是不是教人跟从神,因为教人追求钱啊,医治啊 是追求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分辨 就是有些先知好事,他都在说耶稣 但是他将人的注意力转移去钱 还有得医治的时候,神会医治 但是不要将那个注目只是放在这件事上 所以将来也是有很多假先知出现 跟着马太又四章十二节 是,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許多人的爱神才漸漸,能难你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已传遍天下 对万物作见正已有其在外都 那这个说到不法,即是说犯罪的事 这个犯罪不只是说犯法的 是说到犯神的戒命的 基督徒犯的罪,很多了 很多人奸人,很多人偷教会钱 很多人令到教会破裂 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即是说基督徒都是这样,牧师都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于是这个就造成一种气氛 但是我们知道神一定看 审察每一个人的内心 所以我们就说,无论世界有多少人跌倒 多少人犯罪,我们都要靠耶稣站穩的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是忍耐到底的,不只是信一阵 是一直信到底的 还有这个福音要全面普天下 很多基督徒就不住了 这个东西 全福音去普天下 不只是自己信 不只是自己教堂的活动 是我们时时都想到我们如何拯救人 的而且全福音是会有很多失败 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已经收了很多负面的信息 在网上有很多攻击基督教的信息 已经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人已经抗拒了基督教 但是当我们有神的生命 基督徒有神的生命 有神的能力 那你全福是更加容易的 当你时事有美好见证 并且祈祷神大大使用力 并且祝福很多人 你是会有更多机会去全福音 而我们的生命改变 人们看到的时候 是会有更多人相信耶稣 所以我们注目是福音全面普天下 不只是我们追求某些东西 然后我一直在看《马太》二十四章 一直看下去 接着就会说到耶稣回来了 二十七节 闪电从东边跨出直到西边 人子降临亚要者入九节 那时日子再难一过去 入头就变黑了 要留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聚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么就讲到 闪电由东方去到西边 人子降临亚要者入 这个全林神教会 东方闪电就用这句话 就说 由东方出了这个女基督 不过呢 很搞笑的 这个女基督是隐形的 如果大家看全林神教会 那些全都已经不说了 不说这个女基督 这个女基督好像没有了 起初就有 现在已经没有了 都没有提她 都不知道她去哪里 其实有一天她都会死 她到底发生什么事 根本我们不知道 而说她就是女基督 所以这个其实 圣经不是这么说 就是说 由东方闪出来 不是说 由中国闪出来 而是说真的好像闪电 那样出来 人子降临 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由这个灼烈一过去 就有什么事发生呢 日头变黑 热量又不放光 众星要聚落 天气都要震动 下世的梅了 全部 那些星都掉下来 整个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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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这样的时候 耶稣回来 第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少头要险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 遥渐在天上的云降 他要差遇事者 要浩动的大声 将他的属蛮从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哪边 都招罪了 那这个说到呢 就是人子 耶稣呢 他的少头 在天上要出现了 万族都要哀哭 全世界变到他 因为后面有被提的 所以是全世界都知道 这件事发生 不是隐形的被提 是万族都在哭 因为为什么呢 他知道耶稣回来 那时他就知道 没有信到耶稣 是一个很大的错 或者没有跟从耶稣 有些人信耶稣 没有跟从 因为圣经讲到 不只是称呼主啊 主啊的人 是为了遵行天父子 才能进去的 那些人就个个都要哭 那他就看见 耶稣呢 有能力 有大的荣耀 介绍天上的云降 就是全世界都看到了 然后神呢 就将 妻事者 将他的损民 由天 由天这一边到哪一边 全部都招着了来 就是说到 世界每日耶稣 回来 全世界都要站在神 面前了 有没有赚钱 有没有享受啊 的时候 忽然间耶稣就回来 就好像洪水 忽然间洪水来 那些人就全部都被毁灭了 但这个 只要身体 但他要灵魂进入地獄里面 然后第四十节 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所说的 都是说到 耶稣回来 全世界都看到 然后第四十节 说到这个避体了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 推磨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事 哪一天哪都 然后在那时候呢 两个人在田里 一个就拿走 一个就剩下一个 在家里面推磨 又拿走一个 剩下一个 那就是说呢 他们就会选用这个经文的 这个避体 不过是完全不在上下文的 上下文是说耶稣回来 万族都哀哭 个个都要受审判 然后 就拿走一个 剩下一个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将选文分开 信主的就提到神那里 不信主的 没有跟从神的 就留在地上 这个审判一班就在天 一班就在地 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 是两班完全站在不同的位置 在这个情况之下被提 所以完全是没有说到灾难前 七年或者三年半的 这个假的教导 是很多人信得很入心的 如果大家有听过上网看 真是多到不得了 很多先知都说的 都说呢 就来了 就来了 你们就来被提的了 就来要脱离这个灾难了 但是这个全部都是 就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接着那四月五节呢 也都说到 恶仆和善仆一起面对神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呢 四月八节 同样了 我復生去说 那些主人必来得迟 又不是一节 这个人怎么办 重重地处置他 敬他和假冒为善 这人同罪 就是那里必要 那里必要 就是说到有见识 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按时分量会做好 这个分量就是说到神的话语了 就是说忠心的仆人 不只是祈祷 祈祷很重要 不过祈祷之后要服侍 就是全神的话 一定有神的话的 按时分量 然后恶仆又怎样呢 他说主人必来得迟 那他呢 就做好应该的本法 以后 当主人回来 他就重重主治 所以上下文是讲到 信的人 信从的人 得到神的一点 不信从的人 就会得到神的处罚 而他们在哪里呢 就是哀哭设止的 去到地狱那里 就是没有理由 有些人甚至说 有第三个地方 有天堂有地狱 有个哀哭设止的地方 圣经没有说到这些 是一定 哀哭设止 就是地狱的地方 好了 那我们现在说 应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怎样有力量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 怎样有力量呢 首先呢 就是活在神的爱中 亲人神得力 祈祷在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得力 就是 怎样从神而得力 那接着我们就 遵从大戒命和大事命 那大戒命 就包括什么呢 情统 爱神爱人 但事命呢 全福音 建立灵力 事奉神 训练事奉神 那因为呢 正经在那里 就是史曼文做他的门徒 然后跟着呢 就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个就是 建立他的灵命 那遵守 不只是知道的 是要走出来的 那所以呢 我们也训练他们 事奉神 就是说这班人 走出来 神的吩咐 包括遵从和事奉神的 那这个呢 就是最重要 圣经所说的 作活日的 抹后的 基督征兵 是什么呢 就是传 亲人神 得灵 然后传人福音 建立灵灵的人 这些就是基督征兵 好了 那来到反教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人会怎样说话 我们要预备好了 打个交叉 就是说这些是不对的 不要这样做 那些人会说 你们不要读了 我说 神是不真的 人人都离开 离开耶稣 离开教会 都离开教会 牧师都不信 你饿得多久 你饿死了 那我们说 饿死 我们就饿死了 但你亲近神 神可以公认我们的需要 亦都可以用五饼鱼的神迹 会说 你真是笨 你笑你 神都不帮你 你看你 被人捉去打 你还信耶稣? 信主是犯法的 他说是犯法的 但圣经说 信从神 不信从人 是应当的 还有他们会折磨你 即是说 来到反教的时候 会有什么发生 又爱心冷淡的人 会怎么说呢 马太二十四章 又说得很爱心冷淡 哎呀 我又磨灵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哎呀 我没有灵了 你怎么不关心我 又好惨啊 我来到教会 没有人关心我的呢 我们不要常常叫人关心我 你去关心人 神都不帮我的 信主有什么用啊 很多人就看有什么得到的利益 爱主就是损失了 哇 损失很多东西 连条命都没有嘛 祈祷都没有用的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 小祈祷和没有这个信心 也都没有 在四年充满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祈祷真的那些人 会经历到圣灵的 安慰 医治 能力 更新 改变 还有有些人就说 我懒似侍奉神 就是很多人都会懒似 无心 我希望大家真的说 神啊 我愿意为你做 因为神喜悦的人 就是那些爱神 侍奉神的 神就会祝福你 就会加力量给你的 那当看到离道反教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 第一就是不 不移动 不移动 坚定信靠 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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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永远都坚定去做 还有一口气都可以做 就算被人逼迫 快死了 都跟隔壁都说 你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的 你跟从耶稣 其实我们不是只说 被人信耶稣的 我们应该要留意 信耶稣得救 赦免 但信从神的人 一定是亲近 和遵从和侍服的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必然的果子 所以我们不要说 信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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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救 神赦免你 然后你活出神的生命 如何亲近神有力量 接受状况 接受很多人跌倒 当很多人跌倒的时候 你接受这个事实 是已经挂了 就不要说 死了 那么多人跌倒 我都加上我一份都不得了 接受很多人跌倒 连吻那些人 防备 防备有人被基督利用和伤害 圣经是说到 受了这个受印记的人 圣经是有说到 他们进入这个火湖 所以圣经是说到 受这个受印记 是不能得救的 那这个 就是说 当我们到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有些人受了受印记 我们知道他要防备他 那些就是他不会是改变 他已经受了这个受的印记在他身上 只是受这个精品 不是的 而他真是拜了基督的时候 受这个受印记的时候 这个人 根据圣经所说 我看到他是不得救的 但我们就要防备他 但有些人未受印记 我们就去拯救他 去帮助他 去建立他 知道快有大灾来的时候 就放弃对世界的期望 就不要把他那么想 我什么时候买到屋呢 那 我不是说反对人买屋 不过呢 不要常常放弃 我要买屋 什么时候结婚那些事情 那些事上 预备面对碧巴 我们需要什么呢 相信神 对啊 相信神 相信神的保护 他有保护 神有计划 跟着经历神 随时亲近神 经历圣灵的最重要是什么呢 随时你一祈祷 立即有力量 一祈祷 立即有神的平安 兴省力量 感受到的 那你知道神跟你在一起 那这个加给我们的力量 忍耐了 堅持信教神 忍受 就算是痛苦的时候 愈痛的时候 愈痛的时候 神啊 你和我一起 神一定会释放的 愈是亲近神的时候 那些痛越减少 就算痛不要紧 神喜悦的 神会纪念的 就是总是呢 是忍耐到底 跟着呢 释放神 爱主和释放神 就是我们尽量去建立 那么多人 所以神给我的托福 我去到不同国家的时候 他们说 你来做报道会 我说 我如果来做报道会 只是从今次帮到你 但是我最重要是 训练你们 懂得去做报道会 以及如何为人祈祷 更新他的生命 训练他事奉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的次序 放在这一件事上 而最主要放在牧师 和领袖 哪个愿意给神去用的 所以你有机会的时候 你会接触到外面的基督徒 你不用叫他转来你的教会 你就是要坚固他的信心 了解他的情况 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 大家如果出去 你会见到 有些基督徒 真的很软弱 他们都不知道 原来祈祷可以得力 他们就是很烦 都没有用的 祈祷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他不懂得灵的祈祷 所以变成他很难得力 从主一起道 从主得力 永不疏远主 接受痛苦 灵死不屈 再道一次 这个心态 从主得力 永不疏远主 接受痛苦 灵死不屈 就是从神得力 永远都不会疏远神的 就算有痛苦 我灵死不屈 好了 这个世代基督徒 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一看 沉睡的 沉睡无力 与主疏远不如你自己 这个是沉睡的 另外 有些是只曾经历的 就是怎样呢 只是尋求经历 和先知愿 和地灾难 怎样 很多经历 就是说 这个恩公福智姐 很厉害很厉害 又是这个聚会 这个很厉害 又是这个聚会 就是想追求经历 这是第一种 或者追求参加什么活动 很开心的 或者先知愿 那些人就和我说 今天先知说 神会大力使用你 我圣经还说了 你需要先知告诉他 神已经告诉他 但是先知有没有作用 是有的 圣经是有的 先知有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指明 神在你心目中的计划 是神会带领你 但是神都会指示你的 所以他只是一个 confirmation 加强你自己领受的感动 你心中有这个感动 以后先知去告诉你 让你加强这个感动 就不是 有些人就很软弱 先知说 你很宝贵 很重要 他就开心得不得了 总是要靠先知 这个是追求先知愿 另外有些人就 灾难来了 快点 我买很多食物 搬去哪里 大家有听过这个 有 有些人都说 哎呀 魔鬼攻击了 那些车又坏了 你看 教会又纷争 又 的确有些是魔鬼攻击 但是他什么都拎了 魔鬼攻击 就没有说到人的责任 其实 我就看人的责任 这个呢 总之很怕攻击 于是就不敢和人按手祈祷 为人赶邪令 就 这个呢 就是一种不好的教导 令到人不做应该做的事 另外呢 就是旧约规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在网上经常都说 守着旧约的节旗 有些人就觉得 好像这样呢 就是很 圣洁熟灵一点 大家读一读一读 看书四章十到十一节 你仅仅守日子月份 節旗 我为你们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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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们身上 尝试枉费用功夫 就是说 保罗都当日 跟加勒泰语的人说 你们仅守日子 月份 節旗 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恐怕我身上 全的封印给你们 是枉费了 你们以为要靠 一些旧约的规条 但是现在有些人 偏偏又去这些规条 一到什么时候呢 以色列就守住牌节 守什么什么节 有些人整班 很大班走去的 到底 神是否要我们这样做呢 有些他有个纪念作用 我是觉得没问题 不过有些人觉得 是要这样才得力 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分别 什么 有些收到什么教导 我们要分别 那样东西 是不是合乎圣经 因为是人作出来的 做了这些东西 做了是不是神喜悦的呢 不是神喜悦的 做的时候是浪心经 眼睏的 好了 另外很多人 不跟从大使命 就是注目去到 我们祈祷是重要的 不过有些人 就成日24世时 只是代讀 只是代讀 那时候圣经也 都不是这样说 因为圣经讲到 最重要的是大使命神 耶稣差引我们出去 就是他们为什么 不全方向不建立 灵命不是无实 那就是做一件事 代讀 我们应该祷告的 祷告的灵友得灵 但不是单是代讀 当我们真的做基督的征兵的时候 基督的征兵是什么呢 我们在《仪彭所书》 就是六章里讲到 有真理 神的真理 有公义 就是耶稣的公义 在我们身上 四面一切的罪 就是我们行公义 有这个福音鞋 去传福音 是不是 传福音 有信心 当着藤鞋 可以灭尽 这个魔鬼一切的火箭 就是说 我会攻击 或者有什么问题 有人攻击我们 不要紧的 神一定祝福我的 这个信心 然后有救恩的头盔 保护我们 又有圣灵的保剑 就是神的道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说去争战 就是用神的话语 跟从神 有很多人追求圣灵 他又不追求圣经 其实我们两天都要有 不追求圣经 不是全阳神的话语 这个就不是走在真道上 有些人只是追求经历 或者某些的方法 不是走神的道 随时多方讨告 就是说 更多的亲近神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全副军装 都是讲到 跟神的关系 和遵从神 行神的道 传阳福音 去拯救人 去靠着耶稣 时时有神的话 和祂祂祷告 亲人神得力 去见证神的恩怜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时时都说 我做的 是不是圣经讲的 调教我们的信仰和行为 根据圣经 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 不是根据我们的想要 是根据圣经所讲的 求主帮助我们 都反省一下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成为基督的精兵 你想成为基督的精兵 当你是基督精兵 神就起愿 就算你 圣经很容易 讲到 就是说 你一杯粮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能赏赐 所以我们更加去做 但不要只给粮水 我们做更多 如果一杯粮水 耶稣这句说话就是 你做什么 我都起愿 你为主做什么 我都起愿 但是我吩咐你做的 那些耶稣没有吩咐你做的 那些神就说 你自己做 我没有叫你做 我们就做耶稣吩咐的 神就起愿 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反思 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尊重神 神就起愿 神就保护祝福你了 你整个生命就蒙福 神就将一切赐给你 因为有几个人愿意 神是我愿意 真心走在神的路上 按照神的方式 不是人的方式 那我们就是基督的精兵 现在包括就是爱神 亲近神 尊重神和事供神 去影响我们周围 我们一起祷告 在神面前 神啊求你联敏 联敏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神啊求你联敏这个世代 有很多软弱的基督徒 很多走错路的基督徒 很多很烦的基督徒 他们很多问题 他们经常都是软弱之中 很多基督徒是做错了 没有根据圣经的教导 求主你诗恩联敏 祝福我们 使用我们每一个生命 我们的生命都很宝贵 每一个都很宝贵 而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末期 原因是我们看到这些 所有的配套 已经预备好 敌基督的出现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这些科技的进步 是告诉我们 敌基督随时可以使用这些科技 求主施恩联敏 加力量给我们 与我们同在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更生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生命 激励我们的心弱 我们的心里火热起来 喚醒我们的心弱 我们不要走懒不结果子 也都叫我们走在神的正路上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